情人節又快到了,很多人都會在家開瓶紅酒煎塊牛扒和伴侶寬度佳節 但煎牛扒這件事說難不難,懷疑也不容易 煎了出來,不好看不好吃,分分鐘被女朋友詐型要過一個好無癮的情人節 這件事相信都是一種男士想避免的 要學煎一塊漂亮的牛扒,你可以不認識Gordon Ramsey或Jame Oliver,但你一定要認識這個人 這個鬍鬚人是誰?其實他就是法國科學家Louis Camel Maillard 而以他命名的梅立反應,就跟我們解釋了為何一塊沙勾勾紅色的牛肉 可以變成一塊炸炸聲色香味俱全的牛扒 所謂的梅立反應,是只是攝氏154度以上糖和蛋白質之間進行的化學作用 當我們煎牛扒的時候,牛扒表面的糖和蛋白質就會進行反應 產生大量香氣的化學物,同時令食物變成偏啡色 而這些化學物甚至會再進一步進行化學反應,形成更複雜的味道和香味 正正是這個原理簡單而有千變萬化的梅立反應 令不同食物都會有它獨特的香味和味道 而梅立反應亦被人廣泛應用,例如煎麵包、烤雞甚至廣東燒味 都有用到梅立反應的原理 不相信?讓我們訪問一下專業人士吧! 最重要的是上香脾水 這個脾水最主要的成分是醋、糖、梅打粉和酒 將它混合在一起煮蓉,然後塗在豬上 然後用它吹乾和背乾,然後才可以拿去燒 不得了,師傅跟我們說的要訣完全和梅立反應的原理不謀而合 加糖是為了提供更多的原材料去做梅立反應 同時間亦可以令到焦糖化的反應發生 令到食物有更好的味道和色澤 加梳打粉是因為梳打粉造成的鹼性環境 都可以促進到梅立反應 而最重要的步驟是什麼呢?就是抹乾食材 因為食材表面的水會壓抑到梅立反應 只要水一日未蒸發,梅立反應都不會進行到 而那些令到食材變得好吃的化合物 當然亦都產生不到 貼士就是這麼多了,為免有穿鑿腐匯之鹽 我們就看看究竟用以上的方法煎油扒 是否真的會煎得更好? 我們就回到梅立了 好明顯啦,四塊經過不同處理的牛扒,他們煎出來的顏色都非常之不同 而至於味道呢 是蠻好吃的,很好吃的,是ok的 他不知整個自叉燒,他連吃都自叉燒 吃得瓶瓶有味的樣子 喝東西是要吃的 煮食本身是一個博大精心的領域 理論和現實中間有些少許的差距都是無可避免的 至於大家快情人節牛扒,我就會建議大家除了加鹽和胡椒粉之外 也可以加少許糖增加牛扒的香味 更加重要的是在煮牛扒之前抹乾它 至於梳打粉,我就會建議大家在煮其他食物的時候才用 希望大家記住這個梅立反應啦 今天是農曆初七啦 不知道大家假期期間有沒有去到澳門呀 又或者跟親戚賭錢呢? 有的話就對了 我的好朋友Herman Toh他拍了一個系列叫做數學界島系列的片 相信就很適合大家看啦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有新的開始 身體健康,新年快樂,步步高升! 然 consistency